成体空无就用花言一海百门 最初的原生汇集门之中 最初讲道如是诚实 它就已经告诉你成体空无的道理 因为最初原生汇集时 你一定要明白那个成体的空无 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决体的根本的清明 你要明白决体清明时 你一定知道成体空无 为什么 因为一切成体就是决体所限 决体随缘时一方面好像有个成 决体正在能随缘处就方便好像有个法 但是这个法就是决体一定能成一切绝处 决体成绝处方面说法 因为成绝处所以好似有随缘 因为随缘处如有如是成起 这一步一步的就是告诉你 在现前的一切感受当前 你不必再担心如何破除如是成像 如是破除如是尘埃 但问行者 你能不能了解这个尘埃的根本面目 这叫本来面目 你能知道尘埃的本来面目 直下担当 就在你眼前的一切缘起变化之中 当下尘埃里面 你认起变化 看的还是尘埃 可你心中渐渐体会的就是决体的本来 那就是决体 就类似于你在静体当前看到静色的变化时 樊夫人看到静色就从此以后迷失了静体 行者要在如是静色之前 她看的还是静色的变化 可是她体会的是静体的亲民 当你能够体会静体的亲民时 变化在不在眼前 还在眼前 因为你不能离开静色的变化 找到一个静体 因为没有静体可得 静体你看不到 它不是玻璃不是铜片 你唯一能看到静体的就是静色变化处 可是别人看的是变化 是尘埃 你在尘埃上面看的是什么 是决体 看的是静体 看的是决体 你能明白如此 你心里面对如是言语 对如是的方向 诚信不疑 念念如是做官 每个念头当前你就能如是做官 就如同我常讲 常常在跟大众提起的就是 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个记子 睡眠食物 当愿众生 一切自觉 周固十方 就是一切自觉 自觉是什么意思 你在一切感觉之中 你要明白那个绝招 叫自觉 你将来就会在感觉之中 再也不是凡夫 抓的感觉 说感觉的那种沉闷 那叫当局者迷 你却在一切感觉之中 你不必避开他 你也不必去想要破坏他 就在一切感觉就是如是法中 你能够体会的就是你的决心 那叫一切自觉 那叫一切自觉 周固十方 你能明白如此 你能够念念如是才就是最初的原生会集 不然你知道原生会集是什么 那是最初的门 那一门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门中为自己启发 为你自己启开 然后在这个启开之中你念念初入 门是初入下 你要这样念念初入 你才能够熟悉啊 叫原生会集 你若是不能熟悉的话 你将来怎么看得到你的种质普遥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种质普遥 但你看得到你心里的种质普遥